10月11号至13号 2024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在北京举办 在展览现场 国内外各类新奇的冰雪运动设施及装备一应俱全 吸引现场观众体验了解 冰湖道我们今年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应用场景 就是把它和AI的人工智能结合在一块了 你可以看到这屏幕上 它可以实时的监合到这个投湖人的一个谷歌的数据 然后我们冰湖上也安装了传感器 然后它可以实时检测冰湖运动的轨迹角度等等的数据 和一个标准的数据进行对比 这样就会对于体验者和观众给一个指导 告诉你怎样投更精确更准 后期会有一个更多的升级 通过和专业运动员和专业队伍的一块去探讨 最终我们的目标实际上还是运用到训练上 它是一个来自挪威的一个品牌 是意大利生产的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个鞋和板是一体式的 跟轮滑差不多性质 就是比单板的话要好上手一些 简单易学 然后比较方便 鞋带方便 除了冰雪运动设施装备 现场也有助力运动员提升成绩的科技产品展示 一款可以通过大量数据积累 为每名运动员量身定制训练方案的冠军模型吸引了记者注意 比如说我们通过实验室大量的数据积累 给他们做评估 给他们过去做测量 然后我们会给每量身给每一个运动员来定制 他的竞技能力提升的一个方案 在起跑阶段什么样的一个登冰角度 什么样的一个身体倾倒角度 能有利于你起跑的更好 速度更快 在你弯道的时候 你是谁样的一个节奏 能让你获得更快的速度 我们会通过视频的分析 数据的分析 运动力学的分析 来找到这样解决的办法 据东博会年度成果 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 中国冰雪产业规模 预计2025年将达到1053亿元 显示出较快的发展势头 参会嘉宾也纷纷表示 看好中国冰雪产业市场的发展潜力 冰雪产业领域企业的注册数目来说的话 大概五年前 我觉得新增的也就是一千多家 那么在去年我们看到了 新增的有两千多家企业 在2022之后 我们看到了一个飞速增长的 就是消费者对于冰雪这一个运动的投入 从一开始的了解 到现在我们发现有很多 都是非常忠实的粉丝 我们的冰雪产业 相对来说基础比较薄弱 起步也比较晚 但是我们却以一个非常惊人的 快速的发展 让全世界都惊艳了 这是我觉得非常自豪的 我们下期见了